好我們今天來介紹一下Riveno的靜音套件 你們看到的時候應該是已經是1月份了啦 然後他們靜音套件已經正式上市 那我在這邊先跟各位講一下他是怎麼樣去處理這個靜音套件的部分 他會發出聲音有兩個地方 一個地方就是壓板 這個應該大家都知道有看過我們的影片或是Riveno影片都知道 這個就是內座齒盤 上面就是放壓板跟離合器片 大家都知道嘛離合器片兩片離合器片中間都會夾壓板 跟擋車一樣 懂擋車人應該知道在講什麼 基本上怠速會發生鈴鈴鈴的聲音就是壓板的聲音 大家仔細聽喔 我壓板放進去了 他怠速會震動嘛 這個就是怠速的聲音 會有亮亮的聲音就是來自這一塊中間這一塊壓板 那這次Riveno呢 色變了這一塊壓板 把壓板呢 會跟內座齒盤敲擊的地方 加上了工程塑料 這樣子的話呢 你塑料去敲金屬就不會有聲音嘛對不對 那我們試一下給各位看 基本上是聽不到聲音啦 一點點 就是他滑動的聲音 但是跟剛剛比應該小很多 再加上你的傳動蓋蓋起來 基本上是完全聽不太到 所以這個就是他們的靜音套件 只是單單只是這個壓板 跟各位講這個不是百分之百靜音 原因就是因為 他這個東西呢是for怠速的 就是你怠速的鈴鈴聲 會因為你換這一塊壓板消失 但是呢你起步 各位有裝裏面人應該知道 你起步會cap一聲對不對 那起步這個cap一聲 基本上呢他還是會在 還有一個就是你在牽車的時候 他一樣會亮亮亮 那這個聲音是從哪裡來 就是我們講碗弓啦 比較簡單 碗弓搭的比較可以理解 但是這個 他們的學名不叫碗弓啦 就是你看他這個碗弓上面有尺嘛 這個離合器片上面有尺 所以他們其實是這樣子 結合的 作動原理我就不再多介紹啦 因為我們影片之前就講過了 所以說 還有一個聲音就是這個聲音 離合器片 跟這個傳遞外蓋的聲音 代數的時候呢他不會發出 但是你一接合的時候呢 你接合的時候離合器片 必須要帶著這個傳遞外蓋走嘛 你車才會動嘛 所以他在瞬間接合的那一下 他會往前敲擊 他就會cock一聲 所以這個聲音 這個cock的這個聲音 他還是在的 不會消失 那你牽車的時候 因為這個還沒有接合的時候 是浮動的 所以你牽車的時候呢 還是會有機會這樣子做敲擊 所以你牽車的時候聲音還是會有 那代數的話呢 代數的話就是幾乎完全不會有聲音 但是我知道大家比較介意的就是代數的部分 就是代數的那個聲音 大家會覺得說代數比較吵 尤其像車種來講 KRV是最大聲的 因為KRV的傳遞外蓋 塑膠外蓋那邊是有挖孔的 然後海綿也貼沒幾片 所以沒有辦法吸音 所以基本上KRV是最大聲的 那六代來講 基本上六代就算不是靜音陶件 你也聽不太清楚 Riveno呢 他們的銷售方式就是說 他們初始 就是組裝好整顆 就是你新安裝的時候 它還是原本的壓板 比如說我今天要來改傳動 我裝了新的Riveno 它裡面配給你的就是 一樣是原本的壓板 那他們這個靜音的套件呢 他們會把它放在 耗材更換的材料包裡面 就是說你的耗材更換的材料包 你可以選擇靜音版本的跟一般版本的 所以如果說你要新安裝就是靜音的話 你就必須呢 買一顆新的禮合器之外 你還要再買一個材料包 那我們幫你換上 它沒有辦法說 我今天買整顆新的 我就要選擇靜音的版本 沒有它靜音的套件只放在材料包裡面 所以變成說如果各位 你想要改靜音套件的話 就是變成說你可能之後換耗材的時候 把它換成靜音套件這樣子 或者說你新安裝的時候就是多花一筆錢 把耗材換下來 換成靜音套件 這樣子 所以說它沒有整顆是靜音套件賣你 這是他們的 之後賣的方式是這樣子 那在這邊跟各位講 這個靜音套件 有一個 除了說可以靜音這個好處之外呢 還有一個好處就是說 之前我們講過嘛 或者說Liveno的影片也有講過 它這個壓板呢 會因為你代數的時候做敲擊 那你在行進間接合的時候 它也會做敲擊 第一下 你看這個內座齒盤上面呢 基本上都會有敲擊的痕跡 因為這個壓板是金屬 內座齒盤也是金屬 所以它會有敲擊的痕跡 因為它會敲擊嘛 所以它會凹下去嘛 凹到一定的程度呢 這個內座齒盤是必須更換的 但是我有問過他們 這個要敲到凹下去 到需要更換的程度 大約在四萬到六萬公里 不等 這個東西一樣是看你怎麼去做 使用跟操作 Liveno任何的耗材 的消耗的速度 取決於你怎麼去騎這個禮合器 我們有客人三千公里 耗材就掛了 我們也有客人一萬多公里 耗材還是好好的 就是它磨損的非常非常少 也有 裝這組禮合器的人呢 你必須要 學會控制油門 簡單講是這樣 如果你 喜歡點油門的人 我知道有的人喜歡這樣 刺的刺的刺的有沒有 點油門 如果你是喜歡點油門的人 那我覺得Liveno是不適合你 因為你長時間喜歡這樣點油門 Liveno的耗損會非常非常的快 它所有東西結合起來都是會敲擊的 所以說你在那邊點 等於是你會敲擊的次數增加 所以你的耗損的 你的壽命就會降低 就像這個禮合器片 它上面有這個尺 它一樣會去敲擊這個傳遞外蓋 所以這個尺也會變寬 那寬到一定的程度就得換 這個也是一個耗損之一 再來是這一個 你三不五指在那邊點油門 點油門 它也是會這樣子做敲擊 你點油門它也是會這樣做敲擊 大力的敲擊 你代數是輕敲 所以代數的敲擊 其實是非常非常的小 吹下去的時候 結合它會用力往前 所以它還是會在一個大力的敲擊 所以如果你喜歡點油門的人 這些耗材會耗損得非常快 這個內座齒盤會因為 壓板的敲擊 大概到四萬到六萬公里之間 這個內座齒盤可能會耗損掉 你如果換了這個靜音套件 因為它是工程塑料 等於是說它簡單講它就是塑膠的意思 你想把塑膠在敲擊這個金屬 基本上它就不會產生耗屬 這個是也是一個好處 會變成說你這個內座齒盤 可以說是永久使用了 如果你是裝這個靜音套件的話 基本上是可以永久使用 這個是一個好處 還有一個好處就是說 我相信各位已經安裝Liveno的人 可能有發現說 我可能有幾次偶發 我在起步的時候突然有發生 很像金屬刮 金屬刮到的一個尖銳的聲音 那個基本上就是內座齒盤 刮這個金屬的聲音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聲音 因為我們之前Liveno有講過 它是離合器片跟壓板 沒有接合的時候 它們這幾個是分開的 鬆動的 那它一接合的時候 配送珠會把壓板往上推 去擠壓離合器把它壓緊之後接合 然後再帶動到船地外蓋 在這個壓的過程中 這個壓板是會這樣子跑的 它原本在這邊 它一壓 它會有側向的滑動 那這個滑動 有時候可能它剛好 每一面都接觸到這個內座齒盤的時候 它一滑動就會去刮這個內座齒盤 所以有的人它會 就是它在起步的時候 會有很尖銳的刮的聲音 基本上有一部分是從 這個壓板這邊發出的 如果你發出這個聲音也不算故障 也不能說它是壞掉 只是說它是有一定的機率會發生這個刮 這個內座齒盤的聲音 那你今天換的這個靜音套件 基本上這個聲音就會消失 因為塑料跟金屬碰撞 不管你是縱向橫向 基本上都不會有聲音 起步接合的這個刮動的聲音 基本上也會消失 那我們一樣會把它裝在車上 並且用分貝劑去測試給各位看 還是要有一個數據給各位參考 所以它裝了之後呢 到底有沒有落差這樣子 那我們就是這一片呢 我們會裝在車上 然後並且會去測分貝 原本的壓板的分貝 跟靜音套件的分貝 跟全原廠離合器的分貝 我們三個分貝會下去測試 我們會放在片尾給各位看 分貝值大概落在在哪裡 可以給各位參考 因為如果你在雙北你可以來這邊聽 但是如果你不是雙北式的 你可能就沒有辦法聽到 也不是說每間店家都願意 裝這些東西給各位聽 那你就是從影片上的分貝值 給各位參考這樣子 我知道這個靜音套件呢 應該很多人等了很久 甚至等了幾年 一兩年都有可能 那我知道很多人都會說 出了靜音套件我就買啊 什麼什麼的 反正這個我也是聽聽 因為就跟汽車一樣嘛 出手排我就買 手排出了他還是不買 講幹話 這個資訊給各位參考 有興趣的人就來聽聽看 這個聲音這樣子 OK 掰掰 然後這邊有更多人 跟聽聽說 周圍的節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